为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请跟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步伐,实践甘肃辽原乳业集团董事长马鹏举先生提出的扎根甘肃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战略构思。 2018年12月16日上午,在甘肃省桥连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之际,在美丽的花园城市伊斯兰堡,甘肃辽原乳业集团与南亚国际成功签署了合作协议。 本次签约仪式是省桥连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重大成果之一。 在签约仪式现场,甘肃辽原乳业集团执行董事马赫举先生致辞欢迎各位贵宾。 南亚国际营销公司总经理和南亚国际营销副总做了以中巴关系和辽原乳业为主题的中英文演讲。 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甘肃同乡会拢商会,巴基斯坦华人华侨协会,巴基斯坦科技园,巴基斯坦阿拉什投资公司,格林斯达国际营销公司, 当地乳品行业各路精英及其他中方和八方贵宾参加并见证了本次签约仪式。 巴基斯坦奶油市场上98%以上都是来自进口,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还有日本等国的产品。 他们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唯独没有我们中国的产品,中国制造,没有我们中国的品牌。 我认为在这样一个中国的天然盟友国的乳品市场上,中国品牌不能缺席。 尤其是我们辽园,更不能缺席。 作为中国牦牛乳品的开拓者,我们愿意把我们中国的老字号,甘肃名牌,辽园牦牛奶粉,推向国外。 让世界了解牦牛乳品,让世界了解辽园,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大美甘肃。 甘肃辽园乳业集团是第一家走进巴基斯坦的民营企业。 当前,辽园也是唯一入驻巴基斯坦市场的中国乳品品牌。 来自中国的辽园乳业和巴基斯坦的南亚国际营销公司,通过这一次完美的商业计划及合作, 进一步加强了中巴两国民营企业之间的务实、共赢、合作关系。 本次成功签约标志着甘肃辽园乳业集团正式开始全面实施全球化战略, 为辽园乳业走向世界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甘肃辽园乳业集团也将借助此次契机, 以巴基斯坦为突破口,形成辐射中亚、南亚、中东等地区的营销范围群。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年,辽园乳业的这一举措也是为祖国改革开放40年献礼。